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今天是2023年2月28日星期二 这个视频呢,跟大家聊一个全世界瞩目的一件大事 那就是白俄罗斯的总统卢卡申科 于北京时间星期二的晚上抵达了北京 对中国进行为期三天的正式访问 那么这件事情呢,引起来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那么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啊 从昨天的时候,27号啊,在外交部记者会上呢 就有记者问到这个问题 那么记者呢,是这么问的啊 是新华社的记者问的啊 说日前,中方发布了白俄罗斯总统 将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消息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7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 有关提问时表示 中方期待同白俄罗斯一道 以此访为契机 推动两国全方位合作进一步发展 毛宁说,中国和俄罗斯是全天候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建交31年来,两国政治互信不断加强 各领域互利合作逐步深化 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协作日益解密 去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 撒马尔汉峰会期间 同卢卡申科总统举行会见 共同剥划中白关系发展的新蓝图 毛宁说,中方期待同白俄罗斯一道 以此访为契机 推动两国全方位合作进一步发展 我看到中国的主流媒体呢 都是以毛宁的这段话呢 为中心进行报道的 那么西方的媒体是如何报道的呢 我看到德国之声呢 进行了一个综合性的报道 我们来看一下德国之声的报道 是怎么说的 德国之声的中文网说 乌克兰战争周年纪念日 刚刚过去数日 普京的亲密盟友卢卡申科 前往北京访问 让西方国家格外关注 这是真的啊 那么这个布林肯呢 他还说到呢 他说什么 他说中国让白俄罗斯的总统 到中国来访问 这凸显了中国 想向全世界宣誓 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呢 是密不可分的 是坚决的站在俄罗斯一边的 那他就说对了啊 我们来看一下 德国之声的报道 这么说的 说白俄罗斯去年 曾经允许俄罗斯借到其领土 进攻乌克兰 因支持俄罗斯的侵略战争 白俄罗斯受到了西方的扩大制裁 中国外长秦刚上星期五 在与白俄罗斯外长阿列尼尼克 通电话的时候表示 中方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白俄罗斯的内政 和对白俄罗斯实施非法的单边制裁 同一天 中国发布了关于乌克兰冲突的 十二点立场文件 西方国家领导人批评文件缺乏具体措施 而且对俄罗斯反动侵略战争 未有任何的谴责 罗凯申科在出访前 接受新华社的采访的时候 称赞中方的立场文件 是其和平外交政策的见证 也是新的和有创意的步骤 将在全世界产生深远的影响 他强调说 当今世界上没有中国的参与 就无法解决任何一个问题 罗凯申科还表示 很高兴与老朋友习近平会面 罗凯申科和习近平在去年会晤的时候宣布 将两国关系提升至全天候全面的战略伙门关系 那么德国之声接着说中国倒向哪一边 他综合了纽约时报的报道 说纽约时报的分析文章指出 白俄罗斯总统此时造访北京 可能会让中国在这场战争的奇强姿态 受到国际社会的更多关注和压力 明斯克国际关系对话委员会主任 叶和尼普赖赫尔半对该报表示 在当前西方对白俄罗斯实施前所未有的制裁之际 中国对明斯克的意义就更加的重要了 他还提到北京的另一个角度 由于白俄罗斯与俄罗斯和战场如此之近 卢卡申科得以掌握战局的独有情报 普赖赫尔曼说 我相信北京的领导人对此特别的感兴趣 纽约时报还分析指出说呢 卢卡申科可能还希望中国帮助他减少在财政 能源和安全援助方面对俄罗斯的依赖 以维持他对权力的控制 在2020年镇压国内大规模的抗议活动以后 明斯克政府对俄罗斯的依赖性进一步的扩大 而基辅华盛顿和其他国家政府的官员 将密切的关注中国对卢卡申科的政治支持 是否会转化为军事和技术方面的更密切的合作 从而对乌克兰的战场产生影响 这是德国之声也用的纽约时报的分析文章的内容 我认为呢这个分析文章所分析呢其实也是对的 唯一一点不对的呢就是中国暂时呢不会对俄罗斯进行军事援助 原因呢我昨天的视频呢已经说过了哈 第一就是俄罗斯不需要 第二呢就是中国会对俄罗斯进行这种军事方面的援助 会和俄罗斯在军事方面站在一起 但是不是现在啊 一定不是在中国收复台湾之前 而是中国收复台湾之后 早晚会的啊 美西方不要着急 会有那一天的 然后呢德国之声又引用了卫报的报道 他说呀卫报援引了伦敦大学亚非学院 中国研究院的院长曾瑞生的话说 中国对乌克兰战争的策略是表达中立 支持普京不承担代价 但是卢卡申科的这次访问 向国际社会显示中国到底倒向了哪一边 啊中国从来就没有说倒向那一边 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已经说的是非常非常明确了 中国说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呢 是历史上从来都没有如此的好过 中国和俄罗斯是背靠背的这种关系 什么叫背靠背啊 我帮你看着背后 你帮我看着背后对吧 这次白俄罗斯的总统到中国来访问呢 第一呢他是必要的 因为在上一次的上和组织会议上呢 习近平已经和白俄罗斯的总统两人加面 而且确认两个国家的这个战略伙伴关系升级了 升级成了全天候的全面的战略伙伴关系 所以说呢两个国家啊在第三国元首见面以后升级了这么重要的关系 难道不进行一下正式的国师访问吗 所以说呢这个国师访问是非常必要的 这是其一 其二呢就是关于俄欧冲突的这件事情 白俄罗斯一直都是旗帜鲜明的站在俄罗斯的一边 而美国和西方呢一直都没有停止过 甚至是呢一直在加大这种舆论上来孤立俄罗斯 妖魔化俄罗斯 那么中国现在在这个时候让俄罗斯的最坚定的盟友白俄罗斯的总统到中国来访问 这就是一个亮明立场 我一点都不回避 我回避什么呀 对不对 我不仅和俄罗斯的关系呢 现在是历史上最好 我和俄罗斯最好的盟友白俄罗斯啊 也进入到了历史最好的时期 我就向你西方明确的传递这么一个信号 你布林肯所理解的就对了 那又怎么样 那又怎么样 是不是 你美国不是干瞪眼吗 干眨眨眼吗 你有辙吗 你有办法吗 是不是 美国这段时间呢 就是造谣啊 造两个谣 一个谣言呢 就说啊 中国的一些公司呢 给俄罗斯提供那个军事援助了 说有证据显示呢 已经给俄罗斯提供了非致命性武器的援助 说接下来还有可能提供致命性的武器 咱们且不说你美国想给谁提供就给谁提供 想给谁提供什么就给谁提供什么 中国给谁提供和提供什么 你管得着吗 是不是 咱们且不说这个 再说了 你美国有什么证据 中国政府通过多个部门多次的质问美国 你这样造谣是不对的 是不道德的 作为一个大国啊 这样造谣获重 没有证据的胡说八道 中国是不接受的 中国是谴责的 而中国呢 实际上 现在根本就没有必要对俄罗斯提供军援 我多次说过 第一俄罗斯不需要 第二呢 俄罗斯如果需要的话 一时半会儿轮不上中国 轮不上中国 白俄罗斯朝鲜 这样的摩权擦掌的还没上阵呢 对不对 像伊朗那样的 就还没有上阵呢 对不对 哪里轮得到中国了 中国要给俄罗斯支持 但是呢 有必要的时候 不会犹豫的 一定会给他支持的 但是呢 不是现在 不是现在 尤其是中国 没有收复台湾之前 不会撑茬 在俄乌冲突这个战场上的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美国这两天 也在极力的 就台湾的这个问题呢 大打台湾牌 现在又在打什么台湾牌啊 大家可能会注意到啊 布林肯呢 到处去煽风点火啊 说台湾的这个问题啊 它压根啊 就不是一个啊 领土的问题 根本就不是一个主权的问题 因而呢 它不是一个内政的问题 它是一个全世界的问题 是关乎到全世界 所有的国家和人民的命运的问题 啊 这是什么用心 这是很显然的 对不对 就想制造另外一个 所谓的道德制高点 想从另外一个道德制高点上 来妖魔化中国 来拉拢一些国家 来对抗中国 啊 想说中国要解决这个台湾问题的话 会伤害你的利益呀 会伤害我的利益呀 会伤害我们大家的利益呀 你在乎不在乎啊 我是帮助你的呀 你支持我 就是支持你自己呀 就希望中国呢 等着武统台湾的时候呢 哎 就在联合国推出来 所谓的什么决议案的投票 如果说 就目前来说 如果联合国推一个说 哎 中国武统台湾啊 是不是谴责的话呢 别人说 那是人家的内政 谴责啥呀 对吧 就没有人投赞同票 现在呢 他就推 哎呀 这是你的事啊 这不是他的内政啊 这是你的事啊 别人就会觉得 哎呀 这是我的事啊 伤害了我的利益啊 那我要谴责呀 你知道吗 但是呢 世界上啊 那些在联合国有投票权 在联合国进行投票的那些人啊 能那么没脑子吗 能那么没脑子吗 对不对 美国的这个如意算盘呢 注定是会失败的 反而是美国在俄乌冲突的这件事情上 对欧洲的这一通的骚操作呢 让欧洲人越来越寒心了 尤其是把人家德国的那个北溪管道都给人炸了以后呢 人家德国人越来越寒心了 德国人最近呢 越来越多的民众上街 明确的要求说不要支持乌克兰 乌克兰跟我们没有关系 甚至呢 现在我看到有人提出来说 德国要脱离北约 德国要脱离北约 之前的时候呢 我们就知道 法国的那个马克龙的竞争对手 叫什么乐庞那女的 对吧 乐庞呢 他自始至终 他就主张法国要自主 要从政治外交军事全方位的自主 摆脱欧洲摆脱北约 所以最近呢 我就有看到有一种讨论哈 就是说北约这个组织 第一个退出来的会是谁 如果一旦德国和法国 这两个国家不断的发出来声音 他们的声音越来越大 说要退出北约的时候呢 那就是北约瓦解的开始 为什么会这样 就是因为美国对欧洲的这种 施压呀 用力过猛 好 我这视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